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特别深刻的就是当时他们俩坐在摊位旁边一左一右 老舅的录音机默默地播放着暧昧的歌曲 特别地特别地挠人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欣诚在《微暗之火》中饰演周洛 《微暗之火》张欣诚演的周洛 追剧到现在 大家发现周洛对南亚的感情 是先从男女间的冲动开始 慢慢转化为灵魂救赎的纯爱 这种情感历程好像和大多数的情感戏不同 其实南亚前期我根本就不相信 你就是一小孩 对吧 你对我有一些 我们说就是 最开始有一些生理反应 表面上的一些喜欢 你就一小屁孩你什么都不懂 但是周洛用他的行为 就是打破了他对于所有人的一个偏见 因为南亚觉得这个摄像其实没有好人 但我始终认为 其实这个事 它上升不到 到底说两个人的爱情 我觉得不是两人的爱情 就还是他这个小孩 这个他自己的一个冲动 最后变成一个图腾吧 我觉得有点超脱的那种纯爱 对 我觉得印象我特别深刻的 就是当时在千禧业案发当天晚上 两人其实有了一丝的那种 爱梅和情愫 在那 他考上了拿到千华的通知 录取通知书 其实他们俩马上就可以去北京了 他就要即将成功 就是带他逃离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俩坐在摊位旁边 一左一右 两人没有交流 中间老舅的录音机默默地播放着 爱梅的歌曲 他们在隔空交流 就是那样性我非常喜欢 就是一种 就是哎呀这怎么怎么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到 我觉得就是这个特别的 特别的挠人 其实我们当时我们放的时候 那个歌就是比较那个 更直白人就放的是那个 刚好两千年的时候 爱哟爱哟爱哟 你说我们要我们在一起 就那个歌就是 就是挺符合的 对对对对 刚才星成小展示了一把唱功 加上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各种才艺 大家都在感慨说 有什么是演员张星成不会的 请官方回答一下 那不会的事太多了 就是就是 不会 怎么怎么怎么说呢 刚回答这么多认真问题 那我一下玩梗 我有点脑子切换不过来了 张星成不会 张星成不会睡觉 也正因本歌的全能 大家称你是至敬念的天堂 对此你的回应是 我觉得其实 哎 就是我就是 感人感觉很聪明 其实聪明的人比我多多了 对反正我就是 主要可能就是 给人感觉有点智慧吧 长着 嗨 剧中周洛是热烈青葱的少年 但戏外的本歌 近两年的相关词 慢慢变成了人夫感 自己有察觉到吗 对 你毕竟年纪大了 你也不能说老单什么 什么校园白月光 或者那些那种 那只只能就是人夫了呗 也是 玩29 去年看你上节目的时候 还提了爸爸催婚的事 其实大家集中感慨你人夫感 是去年你去看杰哥演唱会的时候 戴着眼镜出现在大屏幕上 哦 哦 贝贝 啊 是 拉着拉着的生 刚在家洗完完 过来陪对象看演唱会的是吧 那个点赞量有79万呢 干嘛说自己邋遢 就没打扮嘛 就没打扮 然后就是穿着很随意 我没想到给我那么 就是 排面 对那么大排面上 我以为就是我来玩的 结果老Q我 这 人生 很小 从那一个起很多小女孩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 请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实现一户一城呢 等AI普及 如果真的有天实现了一户一城 作为本体给大家出一个张星成饲养指南 不会不会不会 一般我都是我是饲养员 就是不用大家去照顾你 你就会直接 对我这人有一毛病 就是我 我喜欢 我喜欢照顾别人 当然如果能力特别强 那我也躺一躺吧 所以很人夫感的本歌 在成为周洛的时候 却一点的不违和 特别有炽热小狗的感觉 有场戏是周洛蹲下盯着南亚说 你来害我吧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我太有印象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那个 就是得多纯粹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太难得了 我觉得这就是周洛身上特别少年的地方 他就敢爱 我就说实话 就是比如说 可能我前两年还稍微好点 就这两年我也有很多问题 你回答不了的时候 就是表面上人家说 哎呀 我觉得现在社会 其实这个是个怪象 就形容一个人比如情商高或者这些干嘛 就什么事打得特别游人有余 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不少年的一个等性 大家越来越看不到真实的东西 其实大家会希望你说 你原话 其实希望你做一个虚拟 就哪怕你看自己 你都有时候 你嫌弃自己 大家都好像致力于把 每个人伪装起来 已经失去对真实的一个判断了 但是少年就是 我觉得少年就是有点反错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 他犯错 就是他那个执着 他有时候会让你 甚至有点讨厌他 其实我微博上我也看到了 就大家觉得 比如说周洛 让男性凝翅 对吧 或者说周洛这个角色 在前期对他有性冲动 我们为什么要回避这些事情 就是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生下来 他就是个完美的人 那我们还看什么呢 就是他就是一个少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谁都会犯错 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 就为什么一定要要求说 和我们的每个人 就是上古的神仙 一定要出身高贵 高高在上 他又没有谈过恋爱 又特别懂得谈恋爱 要求有点反人类 这就是很反人类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 现在要回避这个东西 我觉得挺奇怪的 你像以前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东西 我们之所以喜欢星野 就是他永远是讲的小人物和底层人 他的一个逆袭 但现在就是 穷吊丝 对吧 你这人就是身上有恶臭味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样会让大家迷失的 就会觉得 我一看到什么东西 就变成二极管斯文 我觉得人是多面性的 就是 没有那么好的地方 但是 就是 那不耽误 他很多时候 他是一个好人 而且 动不动就是 他不好 我要全判否定 哪有人 方不方便便都好 那如果都是好 那说明他 你跟他不熟 要么就是他的妆 就真实点 怎么了 就是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们都讨论 说你是现在 非不正常的角色不接 这是否也和刚才 这部分思考有关 对 因为其实这样的人物 他才有缺点 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演 稍微有点缺点 我喜欢演人 我不太喜欢演 就是假的 刚才提到周洛很纯粹很少年 那星成和周洛相比 谁更勇敢 周洛跟张星成谁更勇敢 我觉得肯定是周洛最勇敢 比如周洛的哪件事 是张星成绝对不会做的 我肯定不会在法律别人流走 对 最后我们用角色的语气 跟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吧 你来害我吧 优酷 来为人出我 害我